Gobby Bay將會是結業的 這類的共享單車平台 在過去其實社會上都有不少爭議 最主要就是他們的車子到處放 也不是很多管理 而他們的集資方式去營運 可持續性也是受質疑的 而今次在香港一共有五間的共享單車平台 現在率先第一間就是Gobby Bay會結業 我們最關注的就是市民能不能夠存額退款 他已經宣布了按金會退款 但是預繳了的費用是能不能夠退款 我們覺得都要求Gobby Bay要出來清楚地交代 在他的那封信裏面就沒有說到可以退 我覺得政府要介入的 因為一方面就是現在市面上的車 Gobby Bay沒有明確承諾是何時會處理這些 遺棄在街上的車 可能最終就要政府用公帑去幫他撿首尾 這個我覺得是完全不合理的 就是有人吃飯 跟著政府幫他找數 完全是不符合這個規則的 在過去我也都要求政府 是要就著這些公司進行規管甚至發牌 以及放下按金 令到萬一他們結業的時候 即是政府即使要幫他收拾殘局都好 都有一筆錢在那裡 但是政府遲時有關的政策未推出場 現在如果政府要幫他撿首尾 相信那個開支都是相當之大的 因為他是遍佈全港 而且這些單車究竟拿回來之後 那個債權人是屬於誰 是屬於債權人的還是屬於貨主的 都是有時間搞的 所以公帑是不應該這樣用的 另一方面 其他正在營運的公司 我們也是擔心會有類似的情況出現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 政府要叫所有共享單車平台的公司 坐在一起 要求他們要做出一些承諾 確保消費者和市民的利益不會受到侵害 同時間也都要他們承諾 他們應該要處理回自己的車 另一方面也都想講一下 今早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出來講了 就是行會今天是會 就著調查沙中線的調查委員會 是委併足夠的人數 以及職權的範圍 正如過去所講 我們都希望政府這個調查 是盡量能夠覆蓋整條沙中線的 其他相關有問題的站 行政長官也都在他出來回應的時候 有講清楚 就是會覆蓋的範圍 包括整個政府在工程上面規管 以及港鐵在規管工程上面的職能 相信有關的調查 是一個系統性的調查 是能夠觸及整條沙中線的範圍的 我覺得這個做法也是可取的 至於沙中線的土交人站和紅磡站 事實上有關的問題 都是工程施工上面出現一些問題 亦都已經可以即場作出一些糾正和跟進 但是最關注的 我也都相信市民最希望有人跟進 或者政府要去關注的 就是那個監工 以及港鐵在整個過程裡面 會不會出現一些系統性的失誤 這個才是我們覺得非常重要的 而整個紅磡站的短根問題 亦都是整個問題的焦點 所以我希望我們既有焦點 亦都有一個比較闊的覆蓋 我覺得這個做法也是可取的 在說明市長,從小分之間 Python 要找到公安地情判所 você問問一下 我認為政府必需要 作為貿易沁 去托述 責易河拘捷 貿易沖 貿易河拘捷 貿易沙中 身分是 所以 從來電池的 idé衝 然後 當地 或法 苦力是由客的人 who already paid their deposit and also receive full return of their prepaid money however in this case I think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not ready to take over this case in the past we recommended the government should issue their license to such operator however the government didn't do anything in this case I'm very disappointed to the government to do such an inactive in this case on the other hand, are you satisfied with what Carrie Lang is responding to their warning about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I think we have already prepared that our chief executive will announce the commission name today and their work spent so I'm still waiting for the detail in this afternoon and I think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commission, Enquire commission will do in this case include the Hong Kong station and also the engineering that means that the whole engineering project will be under their investigation and not just in one case or a single case but whole project I'm sorry. I just want to ask you more about the details. You just said that林鄭月娥 土郊環站和會展站不會納入調查 因為會令調查委員會失焦 你覺得是否這樣做 可以令到調查委員會會調查 土郊環站和會展站的問題 行政長官他講得很清楚 就是這次的調查是會涉及港鐵在監工上面 和政府在規管工程的範疇上面 相信土郊環站都是屬於一些規管和港鐵監工的問題 如果你在一個比較大的範圍裡面 它都是觸及有關的問題所在 所以你說它是不是特別開一個project 去查土郊環站和紅磡站 這個他未必會做 但是如果你說是一個大範圍的 港鐵監工和政府的規管上面 這個我相信在土郊環站和整個沙中線的鐵路上面 所有政府的工程都會受到規管的 甚至乎日後政府和港鐵的工程 也都會在今次這個調查裡面 它所出來的建議是會有所幫助和有所觸及的 所以這個範圍如果它是屬於規管港鐵 以及規管政府工程上面是一個比較大的範圍 這個我相信在收中線的紅磡站 土郊環站甚至會展站 有出現的問題都可以被處理到 OK 謝謝